秋風回覆 大家好我是舞秋風 我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秋風回覆您留言的節目啦 那那個活動觀看秋風觀看破譯 繼粉絲團十萬站回饋已經開始了 活動已經開始了 那報名請下報名網址 報名網址我就貼在說明欄了 那報名呢有很多人問了這一題 就是通關密語是什麼 我不知道 為什麼我也不知道 想一想 是不是沒看文章所以不知道呢 通關密語不都打在文章裡嗎 不要懷疑就是那一行 趕快複製貼上 趕快用複製貼上的 那打沒有對的呢就會直接刪除 那就算是報名失敗喔 那就到這邊啦 如果真的不知道通關密語是什麼的 請再看一次文章 就在文章裡面 好不好 好 我們就看一下 就看一下這個禮拜大家流了什麼言 大家來的留言都是因為喜歡秋風的影片才來流的 我怕我們互相回復的時候 不妨用閒聊的語氣客氣一點 我想秋風本人也不希望在下面的留言互吵吧 嗯我記得最近也有一些私信告訴我說 有些人留言很很不禮貌 然後希望我跟大家講說這個問題 嗯那我就在這邊呼籲大家 請你們用字淺詞 斟酌一下 不要這麼 這麼批判性 那就是要禮貌客氣一點 就是把對方當朋友一樣閒聊 不要動不動就說 啊你吃屎 啊你這個豬頭你北七 不要這樣子 啊罵秋風就算了 啊罵其他人就不要好不好 嗯我就在這邊呼籲一下 就像綠化琴呼籲大家的 欸用閒聊的方式也是不錯的啦 那我們再看下一題囉 為什麼秋風在衣部與歐部 會選粉紅色的歐部 不是綠色的衣部呢 因為紅色的衣部比綠色的衣部高啊 我比雙月高 所以我選紅色的 嗯沒有什麼問題吧 誰規定紅色一定是女生用的 怎麼說呢 而且我覺得比較矮比較像雙月 所以我就選了紅色的 這樣子可以嗎 我們下一題囉 感覺越來越來 嗯越來越來 應該算 感覺越玩越來 嗯這樣好像比較順一點 不管啊他講越來越來 我們就越來越來 感覺越來越來 雖然默契越來越好 分數卻點點點 因為關卡越來越難嘛 唸書中的小品遊戲時間 順便跟著秋 小秋 小秋是我嗎 小秋雙月一起動動腦 嗯 好啦一起來動腦 好 說不定你比我們快想出來喔 來再看下一題 我覺得秋風和雙月在第一集第二集默契是有的 但是第三四五六默契感全失了 剛剛才有無法說我默契越來越好 這邊就說我默契全失了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其實不是我們默契感全失啊 是因為 關卡越來越難 所以越來越難破 是這樣子的 再跟大家強調一次 是關卡越來越難 還不好 大家可以有空的話可以試玩看看 就知道有多難了 我們再看下一題 秋風有把秋風回覆您留言的節目做的法定時間嗎 蛤 還要法定時間喔 沒有我一向隨性不法定時間 五分鐘八分鐘都行啊 沒有就是我隨性好不好 還有2015年還有 繼續有秋風回覆您留言這個節目嗎 如果大家持續支持 應該還是會有的 不要擔心好不好 其實很喜歡看你這個 因為秋風回答問題的時候都感覺好親切的 特別喜歡這樣子的秋風 多謝支持 我們看下一題喔 秋風我想問看看 如果有人幫你記 你的紀錄秋風回覆您留言 或是每個影片的所有對話 你會允許嗎 呵呵呵 還有如果有些留言是用其他 例如英語或是口語化的廣東話 你會回嗎 如果有人幫我記錄當然OK啊 沒有沒有什麼不行的問題 如果你是用口語化的廣東話或是英文的話 我應該是不會回啦 因為我覺得我慣用的語言就是中文 你打中文我回覆你這很正常 就像我去看如果我去看英文的實況 我在下面打中文還要強迫人家回覆我 我覺得這是有點難度的 所以我就 嗯 目前沒有打算回這方面的留言 那我們再看下一題喔 欸等等沒電了 好